来到四号车厢 我距离终点又靠近了一步 这里没有眼睛 也没有奇怪的图案 座上的陈鹤都在安静地睡觉 这些车厢似乎只是一节再普通不过的车厢 然而 当我慢慢往前靠时 却看到了 这个人躺在座位下一动不动 即使我靠近他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的另一半身体 不见了 毫无疑问 我要赶快离开这些车厢 三号车厢里似乎没有什么意便 我准备离开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继续往前走 我感到有点奇怪 这些七号车厢跟之前的七号车厢 似乎又有一点不同 这是 人脸 每一个座位上都有 他们是原本坐这趟车的人吗 不对劲 我得赶紧离开 前面 前面应该就是六号车厢了吧 你好 那里 有谁在吗